第22题 火焰头挑战推水杯关卡 只要水杯在停止线后停下而不掉落即可获胜 线线 小天使和水滴头三人在旁分析 当水杯离开火焰头的手之后的受力情形 请问哪些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线线 水杯受到桌面的摩擦力 这个是对的 水杯推出去的时候有在运动 最后停下来 所以显然是有受到摩擦力的作用 小天使 水杯受到地球的引力 这个是对的 因为地球上的每个东西都会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 水滴头 水杯受到火焰头的推力 这个是错的 我们的水杯离开了火焰头手之后 火焰头就不会再对水杯施力了 所以水滴头的说法是错的 因此正确的是线线跟小天使 第22题 问我们说 请问哪些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现现汉小天使 其实应该中心 Gen select what's your name